人生遇到挫折,没有后退一步,方能看清前行方向,暂时退却,明辨厉害,动明世事,才能更好的前行。 退一步,是心灵的一种释然,也是一种大智,人生的许多烦恼,皆一日是不可退一步,人生如其,至圣之道不在于几个棋子的得失,而在于战事,不贪亦是一地之威力,不在戏之末皆纠缠不休。 才是至圣王道,如果真帮不上,那么拒绝越简单越好,不留余地,不给对方幻想,也无需给理由,给理由解释半天,不好意思,因为这因为那,明明别人有求于自己,但而让自己变成亏欠,家家都有难念的经,人人都有难唱的曲,在风光的人,背后也有寒凉苦楚,在幸福的人, 内心也有无奈难处,谁的人生都不易,孝人等于孝己,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,最穷无非讨饭,不死总会出头,谁的人生十全十美,谁的生活没有薄粮,谁敢保证,一直都是人生得意。 量有多大,心有多静,心有多静,不有多深,心静不静,和环境无关,最深的宁静,来自最宽广,包容的胸怀,浮身浮潜,不在于能笑着迎来多少,而在于能看淡多少失去。 人生之苦,在得失间,心胸宽广之人,拿得起,放得下,无益于得失,自然左怀不乱,花谢方不摆,心静人自在,心静了,才有先心品味出已有的,懂得尊重别人,也尊重自己的心声。 生命本是一次旅行,在每一次停泊中都要清理自己的口袋,把更多的位置空出来,将自己活得更轻松,更自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